并不是处处都是村生的 而且很长时间 还是很长时间 对不对 好谢谢 来 接下来这位先生 把毛主席都抬出来了 来来来站起来 乐场声欢迎他 请 来 刚刚一直举反对 好 请说 我很认同那个谭老师的观点 因为内息不稳 现在很多的工人和农民 大多数中国人 人口的占大多数人 现在他的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 他们会 整天首先是想到了 是他们怎么是 我把我的生存和发展 保障下来 然后他怎么就可能 有多少钱去买这些房子 买这些股票 他不可能买的 所以说中国的 这个社会保障体系 没有建立之前 这个中国经济 是不可能说再回升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别动 我先要著名说一下 你上言论是代表你个人 不代表毛主席 你以为看到毛主席 就想来忽悠 人家毛主席 手已经往上指了 告诉你说已经触底了 要对有信心 你在这边唱相反的论调 是不是 毛主席说的话 你首先要关注大多数 好 目前的大多数 目前在场面上的大多数 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我们再看一个掌声 欢迎他 简单表达的看法 请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农村的一位学生 但我家是山西运城的 但是 我就是亲身的感受到了 这个 就是政策的好处 因为我们家 以前是没有电脑的 就是前两天 就是因为这个家电下乡 这个计划 我们家因为花了2400块钱 买了一台电脑 我确实感受到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刚才 如果没有这个政策 如果这个政策 当时真的没有推出的话 你会迟迟到现在 那边家乡都不会买 不会买 因为他们没有 对我们的优惠 因为现在它是打了八折的 国家会出了一些钱 来补充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川普主席 向这个朋友 他说的那个 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 我觉得社会保障体系 不只是从那个 现在开始落实的 是在两年前 国家已经开始 就落实这个 因为我们村的好多 那个就是老人什么的 他们已经 就是交了很少数的钱 然后就享受到了这个保障 而这个体系正在完善 将来一定会更加完善 最后我觉得 我赞成 就是这位教授 好 谢谢 谢谢 好 等一下 第三排这位戴眼镜的 请 热烈掌声欢迎答请 请说 其实现在就是说 我不太了解 其他城市情况 在北京可能 就是说等于现在 想去抄 那个房地产的底 可能已经晚了吧 因为我是我们之前 就是 一月一月份的时候 可能是去再看一些房子 然后当时的时候 就是说准备去 准备去到时候说 如果多少多少以下 我们就准备去买 但等开盘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 就是说 这个价格已经不行了 就已经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承担不起了 而且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楼市的 这个就消费的 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 好转 真的是这样子吗 抄底都已经来不及了吗 在房价来讲 现在是不是已经到达 第一股是抄底的 好时机 或者你已经错过了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消费市场 整夜出什么样的变化 待会见 从今天这个房价来讲 是比较平稳 从技术图形上来看 还没有这个停止的势头 我觉得这个 跟大家的这个心情 和这个市场的 这个混乱程度 有很大关系 未来的反应是V字型 还是W型 还是L型的性 我认为是 就我们教授法 可以勾扬的 欢迎回到 一股市场现场 到底中国的经济 是否已经触底了 那么在房市的表现 又会是如何 请出两位专家 加入我们PK堂内 热烈掌声欢迎 我左手边的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王福仲先生 欢迎他 好 跟大家PK的 在我右手边的是 非常著名的 财经专栏的作家 叶谭 欢迎叶谭 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福仲兄 帮我来解读一下 我旁边这个数字 旁边是2008年到2009年 3月全国 70大中城市的 房价走势图 我们可以发现 有两个颜色 第一种颜色 是同比 同比就是跟去年同期来比 那么环比是绿色 就是跟前面一个月 它来相比 它的增幅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看看 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来比的话 可以发现 从同比的基础来讲 从原本房价的增幅 11.3% 一路一路路往下滑 对不对 然后到了现在 是负1.3 这是2009年3月的情况 消息来源是搜狐的财经 我们再来看看环比 其实有人说环比更重 环比来讲 是要跟前一期的来对比 就发现环比本来是0.3 0.2 0.3 到了这一段期间是负数的 到这个时刻 是正数的0.1又出来了 环比的数据开始回升了 那么这些的数字是专家在看的 福正 帮我们解读一下 从这些数字当中 可以告诉我们什么讯息 单从这个图来看 实际上就环比来看 还是相当的平稳 我觉得以后它会更加的平稳 今年这个房价来讲是比较平稳的 非常平稳的 来从你的角度 从你的讯息当中会告诉我们 接下来刚刚那位讲了 其实现在房价其实已经到探底了 你认同吗 探底这个说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模糊的 可以这样讲 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买房子 那么你 我觉得你现在随时可以买房 我看有一个社科院 有一个报告说 房价明年降 后年要降40%到50% 我觉得还有的人一直在探空房价 03年就探空 04年探空 07年翻了一番金融价 还在探空 到现在还在探空 貌似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其实是害了大家 你最近也买房了 对 不过我买房 是因为我有特别的需要 跟这个房价 房价就是 不是在探底 但是我们看需求来讲 北京市大家住房 不可能住在离市中心 比如说到五环 七环以外 那就回到老家去了 对吧 那么北京这五环一里 是我们定义的市区 这个市区这里边 这是固定的 就这么大 它也有国家机关 各大部委 军队 高等学校 事业单位 外国驻华的机构 还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各个地方 住京的办事处 还有这么多的公司的总部 这么多办公的地方 还有北京这个地方 是个古城 要保护古渡的风茫 所以结果 还有四号院 而且是地震带 不能盖得太高 因此供给就是这么有限 你今天讲话 像开发商 来我问一下 叶谭 他就蛮像开发商 他还难怪 这个时候也开始买房子了 他畅好房子 从现在的交易量来看 大城市的交易量 确实已经回到 07年的交易量 交易量回升是很厉害的 就我们看这个环比 环比一般来说 他都是比较平稳的 你看其实去年 我们那个珠三角 像他那个房价跌了 百分之三四十 到这种程度 但是你看看环比 表面上看起来 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我觉得环比很重要 但是你从同比来看 它就是一个陡峭的曲线 而且现在这个曲线 其实还没有 从技术图形上来看 还没有这个停止的势头 我承认就是房地产 最近成交量什么回暖了 但是这个回暖 我不认为是 从趋势来看 我不认为是一个说 整个的经济就回暖了 或者房地产 就是从小阳村 进入大阳村 就进入夏天了 我绝对不这么认为 为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看一看 为什么这个股市有小阳村 房地产有小阳村 最近政府出台了 一些什么政策 大家不能忘记 我们都是政策士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你说这么多钱 你实体经济里头又去不了 那它能往哪走呢 它当然是往这个 投资品方向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 房地产这一块 就节节上升 好 谢谢 来 春生你什么看法 我也不认为 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房价 说是在短时间内 会大幅度的这个攀升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在大幅度的房价调整以后 现在出现 环比来看 春生也返团 确确实实 跟刚才一谈所讲的 跟我们现在充裕的流动性 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量的资金 有个市场 所以那么跟股市 跟房市都会带来一定的 这个拉升作用 好 谢谢 来 雅玲 你怎么解读这些讯息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的这个心情 和这个市场的这个混乱程度 有很大关系 就是从这个买房的这个心态去琢磨 它一定是期望这个房价 往底下走 然后在房价走得没有底 又快反的时候 有人就出手了 为什么 他觉得没有调的这个下降的可能了 谁都愿意买最便宜的 不愿意看到自己买完房以后 咔嚓 房价又上去了 他肯定不愿意这样去想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 我觉得是新的问题 结构性的均衡性的调整 当然政策现在也很矛盾 既要关注GDP的量 房地产的贡献度 还要关注百姓的面生载道 百姓现在觉得房很贵了 所以它处于矛盾状态 所以透过这个去想 又结合到整个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要调的是什么 是结构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规模问题 所以我们跟夏捷军搞清楚 我们房地产市场需求是什么 如果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去看 我们应该把市场的需和市场的求 搞清楚再做